国内的疫情 仍然维持446人的确诊 那现在有435人解除隔离 那有7人死亡 那在隔离中大概就4人 赞赞赞 今天疫情指挥中心 带着佳琳的好消息 来跟大家见面啦 随着国内疫情越来越稳定 除了明天开始开放 旅客搭乘头航空公司 就可以在桃园机场转机之外 疫情指挥中心也准备 对外籍跟港澳人士这两大对象 松绑入境台湾的条件 在下周一开始 我们会对外国人的部分 只要除了观光跟一般社会访问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来提出申请 国人的港澳配偶及子女 就不限未成年了 第二个是特殊人道考量 跟紧急的协处 第三个是维持原来的商务旅约 跟跨国企业内部调动 第四个是商务经贸交流的部分 也都可以一样提出申请 来做入境的部分 不过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防疫破口 获准入境的外籍港澳人士 都必须有登机前三天的裁检因信报告 在上飞机之前要提出 到了台湾之后 也要配合做14天的居家检疫 诶是说明天开始就是一连四天的短五年假了 这几天又热到不要不要的 就怕大家戴不住口罩变成防疫破口 阿中部长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大家 大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在疫情仍然在严峻的情况之下 要保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每一个人都应该 把健康行为建立起来 少出入人潮太拥挤的地方 有一个社交距离的时候 那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那天气这么热 大家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定时的找地方乘凉 生活中心 好像在练经一样 每天都要练过一次 因为这很重要 所以要不停的讲 报导